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从白天到夜里 你牵着我的心 成为我评语你 最深再的欢喜 就算你有出现在 在梦里 终于还是想你 你就像青藏蓝看见的蓝天 留给我被夕阳经过的腼腆 只想你还会在梦里对我眨眼 明天醒了还有一处的想念 你就像青藏第一口水很甜 让我不再逃给我的谢谢 你就是我所有想象的画面 在下一个场景等着你出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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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醒了已不小心掉进你怀里面 小夕 小夕 你快看 怎么回事啊 什么啊 什么 谢谢师哥 好 师姐好 那师父师姐这件事有麻烦你们了 我们先走了 好 拜拜 师父师姐再见 现在的小朋友可真会玩啊 你看 什么呀 你的小妹妹好像有男朋友了 这个给你 这边的事就先麻烦你了 好 行了 加它 我觉得它可以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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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加点 怎么样 可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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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们为你做了一件 大事 快快快 看 人间烟火 必须是你 下灵溪 就是 这老孟的纹笔差了一点 这是唯一的遗憾 应该找个文学院润色下 不过 你看这 你看 哎 但是你看这照片啊 拍了是不是 特别感觉 狼才女貌 才子佳人哪 太棒了 誰想的主意 大家 對 大家一起討論的 老孟親自操刀發鐵 不過 以後那是你的手機 你還把我的手機密碼給倒了 是嗎 這 那啥 沒那麼複雜 這不 我一間就看到密碼的 所以就直接輸入了嗎 這兒 你放心 經過我們隊 幾十部霸道總裁局的大數據推算 預測中未來會發生的場景是什麼呢 不出一個小時 滴妹就會紅著臉出現在你面前 還紅著臉呢 你們根本不了解 她黑著臉還差不多 不會的 滴妹 我已經確定了 滴妹對你就是害羞 潔然涵 你出來一下 這兒 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發這種帖子 是 我知道很幼稚 你想幹什麼 你發這個算什麼 你是故意耍我當我去嗎 我沒有 我 是 是我腦子壞掉了 是我那些師哥 他們看到你 不回應我的追求 所以他們才想到這樣的方法 但他們真的沒有惡意的 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你 他們不知道 我知道 對不起 說來說去都是我的問題 可你能不能就當我是第一次 追你表白 方式雖然拙劣 但我是認真的 是 夏蓮熙 我不想做你的高中同學 我是說 我不想做你的普通朋友 我可以追你嗎 我要追你 我 你先接著 你能不能不要開這種玩笑 而且 你這麼做 你問過我的意見嗎 那我現在問你 夏蓮熙 我可以追你嗎 我 你先接電話 小夕 秦月哥 小夕 你 你認識她是嗎 我從小跟她一塊兒長大 我明天也得去見一個女孩 所以你說的那個人 是她 對 你們認識 我說我住朋友家 就是她家 江正涵 那個帖子 你故意發的 不是我 但我願意負責 我可以相信不是你發的 但你怎麼負責 我從小跟小夕一塊兒長大 我非常了解她的性格 也知道你這種幼稚的行為 會給她造成多大的傷害 她一個剛進校的心聲 你發這樣的帖子 你讓同學老師怎麼看她 你想讓小夕大學四年 頂著這樣的非文過日子嗎 行 你說你負責 你怎麼負責 如果你真的想負責 趕緊把這帖子給我刪了 齊悅哥 別說了好嗎 我為你好好消息 謝謝啊 我先走了 你什麼時候認識小夕的 我也想問你這句話 我們高中同學 好 那我可能比你早點兒 我認識十五年了 我沒你認識時間球 但不影響 我喜歡她 怎麼著 拉不動就過來跑步 不 我體力多的是 你不也跟過來了嗎 有本事就比一比 誰先吃不消 行 說真的 說真的 這個帖子你必須刪了 我知道 你說你跟小夕一塊兒長大 嗯 我從小看著她長大 那我也比你快一步 是被我吻了以後 不記得了 小夕很優秀 被人喜歡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不要是會因為別人的出現而感到害怕 我就不會等到現在 反正你不表態我就先表態了 我不等了 好啊 那公平競爭 輸了退出 什麼叫輸 什麼叫贏啊 喜歡就是喜歡 沒有輸贏 你挺執著的 你也一樣 行吧 我先走了 到時候再約 別跑 嗯 我不跑 反正各憑本事 各憑本事 好感動啊 到時候 走 啊 哈哈 好感動啊 啊 啊 对不起 可你能不能去当我是第一次 对你表白 这个演员哭太假了 怎么会 这个是实力派 林夕 我感觉你今天不太对劲 没有啊 怎么可能 没有的事 一句话重复三遍 就是心虚 铁子删了吗 你找人还问今天怎么回事了吗 你有没有暴打他一顿 还是说 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老实交代 你们干嘛啊 你们干嘛啊 你干嘛 好啊 轻者自轻 这种无聊的八卦题 我已经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了 对吧 我才不相信呢 说实话 你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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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最说的 我太不相信你了 真是说实话 骗鱼 你 谁啊 顾小曼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赖在我们这儿 你自己没寝室吗 这又不是你家 他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这就走 走了 哎 哎 各回各胃吧 夏琳琪 我不想做你的高中同学 我是说 我不想做你的普通朋友 夏琳琪 我要追你 看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张飞 你今天 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吗 不然 我帮你削个梨 你将让火 等我买不起梨吧 我去图书馆图销 他怎么了 谁知道 我认识 他一个刚进校的新生 你发这样的帖子 你让同学老师怎么看的 你想让小七大学四年 顶着这样的绯闻过日子吗 啊 你 你 诚哥 你怎么了 你犯痴疮了吗 我问你 我有一个朋友 她喜欢的女孩跟人追了 如果是你 你怎么做 揍她呗 还能怎么着 现在不去熟了 骂她 开不了口 那你 用钱砸死她 诶 你能收点耳朵用的吗 诶 我说诚哥 我听着怎么像是你的事呢 跟你说 要是我我就 丁房啊 重点丁房别露人 传 传 传点丁房 别露人 走走走 跑 有道理啊 别露人啊 触碰 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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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追你 这是什么呀 真的假的 我要追你 怎么回事 我要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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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杨语老师 周查背诵了 背诵 背诵 哪儿啊 这儿 张飞 你背诵一下这段课文 《人生的秘密》 是 《人生的秘密》 是 《人生的秘密》 是 《人生的秘密》 超过50年 好了 同学 你哪里人 你这口音 老师 他口音很纯正的 不要笑 吴玉桐 他请假了 夏灵溪 你接着背 好 《人生的秘密》 最组织的测试 指示 人生的秘密 研究指示 好了 可以 很好 坐下吧 好 背得不错 这样吧 我们今天英语分组 你们两个就一组吧 夏灵溪 你要帮着庄飞 纠正一下口音 好 庄飞 你先坐下吧 今天我们上课内容 是复习第五单元 同学们 请把你们的课本打开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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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我现在 差不多只能解到这儿 之后的只有思路 还没有办法论证 你才大一 就能做到这一步 你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破格把你这好苗子招进来 看来我的眼光还是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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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您这夸了一圈 又夸毁您自己啊 哈哈哈哈哈哈 站住 哎 施教授 这儿你们都在啊 那个刚才我没发现 你们继续讨论 我就不打扰 不打扰 回来 找找那帖子 是不是你们替他发的 不可能 教授 那天地良心 我就不知道这件事 都是孟之行 对 都是孟之行 哎呀 老师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我是亲眼看见那货 一个字一个字 把帖子敲上去了 还有更离谱的 居然偷小郑的手机密码 您是真不知道啊 那可把我气的 可是我 拦不 拦不住 我 正儿 你别误会啊 别误会我 小蒋 你觉得效果明显吗 发得太突然了 现在 结果也不明了 啊 不科学啊 这么低迷都没同意 我就知道你和孟之行不靠谱 你说 你说你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 完全是两个没恋爱过的纯理论家 你说你给小蒋出的什么搜主意啊 我 我 我没 没 我说这种事儿 你们怎么就不能来问问为师呢 啊 我派人去调查了一下小姑娘的学习成绩 啊 哎 不错 他系里的老师说啊 他高中参加过数学竞赛得了省里第一名 还是你们江明市的高考状元 我看他条件不错 有前途 不如让他来对理试试吧 中飞 中飞 刚才的事儿 你别放在心上 回宿舍 我帮你补习一下言语 我不像你们 仗着出生好不用拼命 我童小学习很累的 先回起事了 小夕啊 秦月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过来看看你 顺便有事想跟你说 方便吗 要好自为之吧 要好自为之吧 我们走吧 好 小夕啊 你刚才跟那位同学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 我准备给你办一个生日聚会 今天都七号了 经的经大事情太多了 我把自己生日都给忘了 没事 到时候你的同学朋友 我都会一一邀请 秦月哥不用了 太麻烦了 小夕啊 你的事儿 对我来说都不麻烦 再说了 我堂堂学生会主席 我办了两届新生典礼 你不会觉得我连你的生日聚会 都办不好吧 没有 那 那谢谢秦月哥 说吧 你今天想要什么礼物啊 你每年送的礼物我都很喜欢 好 那我希望我今年送你的礼物 你会是最喜欢的 嗯 秦月哥 其实 你不用对我这么费心了 我会不好意思的 没关系了 走吧 哇 这件好好看 你们怎么了 哦 没什么 哎 师姐今天穿这么好看是要出去吗 没有 就是去学生会开会 哦 我刚刚碰到秦月哥了 他去学生会办公室了 那我得快点了 哦 哎 小夕 生日快乐 你生日快乐 我肯定去 谢谢 不用理他 秦月师哥都邀请了谁啊 我也不知道 哇 这么多人啊 好多人 大概是我的朋友还有同学 他都邀请了吧 那就好 我也去 林夕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师姐 走了 小夕 不用理他 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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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你上次说那个 我可以把心那个转天 对 对 你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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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 哥们 走 走 哎 哥们 嗯 123 怎么走啊 那边 那边是吧 对 谢谢啊 没事 哎呀 下酒人家就是好 过个生日 都有秦月师哥帮忙 我告诉你 郑哥 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 你必须得再跟他表白一次 你得当面得到他回复才行 哎 不可以 郑哥 我 哎 哎 张怀雨啊 哎呀 洗了洗了 你不是明天中午来吗 怎么现在就来了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这是 什么意思啊 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你说啊 我们送了那两个人天天打架 一个我对床 一个隔壁床 两个人天天抢 我挺害怕的 我这不是 你前两人说 你这不是有一座空床吗 嗯 现在 来住几 这样啊 哎呀 哎呀 郑哥 求你了 帮我吗 帮我吗 哎呀 我是可以 你好 你好 张怀舞 我高中同学 嗯 段宁啊 你也可以叫我段皇爷 好嘞 嘿 蛋哥 哎呦 长得挺帅的 嘿 哎 这样 呃 你想吃什么 你想喝什么 你跟我说 我全包了 屋里打扫卫生啊 收拾什么床铺啊 都有我来 行吗 我当然没意见 兄弟别进外 敞开住 谢了 嘿嘿 那就行了 就剩一个人了 谁啊 我搞定的 嘿嘿 走啊 把车帮我扔进来 谁啊 好 好 张怀舞 川二哥 嘿 你干嘛来了 别碰我 回来了 哎呀 学长会传染的啊 你和真哥一个宿舍啊 先一个蒋正涵 护一个你 我到底上的经大还是一种啊 那个 川啊 这位同学啊 宿舍矛盾严重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啊 把咱们宿舍借宿几天 就住几天 我同意了吗 川哥 咱俩高中同班同学 你就帮帮我吧 啊 救人一命 盛造七七浮屠啊 哎呦 你们还有老同学呢 是啊 陈一川 我都帮忙了 你就不能帮一下吗 哎 川哥 听说 你大学又是第一吧 我一猜你就是 你不得让我这些 这个老同学见证一下 你一步一步得第一的过程 行吧 既然 你们都这么求我 那就这么着吧 不过我有一样啊 我可警告你 不能影响我学习 没问题 如果我今天没考第一 你给我搬出去 好 谢谢川哥 嗯 谢谢朗 谢谢 谢谢段哥 行 你都这么看了 我真的看不够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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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真的看不够了 你说的 你看不够了 你看不够了 我又不够了 你怎么会儿的 你看不够了 你看不够了 我们走吧 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点高调 行 是这样的消息 这是你上大学第一个生日 就让我高调一会儿 下次不会了 那我们走吧 学哥 我还有朋友 还有石英师姐 车租的项目 可以啊 石英师姐呢 好 石英师姐 一块儿吗 好啊 行 那走吧 走吧 小心 这里 我 慢点 系个安全带 好 你们也系上安全带啊 好 好嘞 我的天 �� 张哥 完了 完了 这么好 大师不好了 干吗 我刚才看到 夏林熙上了秦月的时候 你小子被她截胡了 什么 老师 师姐 秦月 我先进去了 好 去吧 知道这是什么吗 香槟,我之前都没喝过 这次,齐悦师哥,可是下了血本了 我来过这儿,很贵的 好喝 你看这儿,多好看啊 凉杯 小曼,讲正寒呢 讲什么正寒 我现在眼里,可没有他 只有这个香槟 还有,哼哼,那对碎皮 花质 小川 你在这儿,看书呢 要不是齐悦师哥非让我来,我才不来 你尝尝这个 那不是夏林熙吗 秦委长,又帅了 秦委长 生日快乐 刚来啊 来,这里 坐,小夕 谢谢 谢谢 秦董 哦,稍等 我先过去一下 好 好 你,いつ needs 神 Miss 快乐 快乐 咦,乖乖来 해요 郑哥 你怎么还没到啊 这都马上开始了 张怀武 什么情况现在 你看看 秦雪给夏姐准备这生日聚会 你看多好 多气派 生日 我当然知道 但聚会没有邀请我啊 啥 我不是跟你说 你说 你知道吗 行了 你赶紧把地址发给我吧 行吗 我现在过来了 快 好好好 嗯 小蔓 夏连熙 生日快了 恭喜你又老了一寸 我就当你是祝福了 我们家小夕今天生日最漂亮 小冰 你尝尝 我不喝了 夏姐 张怀武 你怎么在这儿 老张 干嘛呢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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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干嘛啊 你是不是 抽疯了 嗨 好久不见 人都到齐了吗 嗯 蒋正涵呢 我怎么没看见他 他不是你们高中同学吗 他可能不想来吧 谁说的 真哥说他不知道 是啊 他应该是没有被邀请吧 我刚看了一眼群里 也没有他 对 他压根他就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就是 真哥没来 是不知道 我确实忘了把他拉起来 这样啊 嗯 小夕 嗯 头发乱了 哦 小夕 来 起来 今天真漂亮 感谢大家 今天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参加 小夕的生日聚会 今天对于小夕来说 是特别的一天 她对于我来说 也是最特别的人 齐悦师哥也太帅了 小夕 这一天 闻我 是 闻我 是 闻我 走 到 我今天想 向迪欣 向迪欣 是我 向迪欣 你那边找个蟹蟹 向迪欣 你看得到我吗 向迪欣 向迪欣 谢谢你 我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运气很不好的人 我爸工厂的事 大家受伤的事 我退学的事 我真的是觉得我花光了我人生所有的运气 我才碰见了你 我因为你 我开始重新认真上学 去规划我的胃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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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感免了我的人生 谢谢你 蒋正涵 你脑子进水了 他向夏林熙 在电视上表达感谢干嘛 哎呀 你怎么 你怎么 蒋正涵 是他跟你表白吧 你想多了 小夕 我占你们cp啊 我们虽然走错了一年的高中同学 但我们之间结晓了深厚的 行业 我们第一次见面 在多国家 在网吧 在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 我觉得那些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我之前不告二连 我承认当时我不是 可那是因为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原因 而当过了你的高谈 那些 我之前不是故意说的 对不起 我希望你可以见证我的歉明 看我 我希望你不认证我的 我希望你能有充满的 我希望你能有充满的 你能有充满的 我希望你能有充满的 你能有充满的 你到底什么都不懂 蒋正涵跟你道歉了 你以为我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吧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留下来 姜正汉 你留下来 你留下来 别乎压嘴 我去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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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吧 张文 我会不会出什么事 小夕 小夕 青春的漫漫长廊 多少秘密徜徉 有修饰的梦语香 骄傲的挂在脸上 海阔天空的方向 约定要一起前往 你的温暖庄 满行囊 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 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故意来一起品尝 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 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 相信你想着我的呐喊 相信你始终陪我去仰望 一路上跌跌撞撞擦过 一切伤 只为了与你踏遍时光 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 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哭愿意来一起品尝 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 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 相信你像着我的呐喊 相信我们的爱情 一如既往 一切伤心跳的回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